这样最后一天干杯 这个干是啥 尝尝吗 干我尝一口 尝尝吧 尝一口 来,果油肉拌地 看看你的 一碗,看看你的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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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碗都是你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中国最西北新疆自驾游的第27天 下午6点41 离开天山天池景区 走上G7 下午6点06 到达齐台收费站和齐台检查站 再一次回到齐台 走在齐台县的迎宾大道迎宾路上 一切感觉都那么亲切那么熟悉 只是路上的车比上一次来要少一些 还别说 我们向来都不怎么走回头路的 这次来新疆 时隔将近一个月再次回到齐台 这也是小朋友们特别期待的 一是因为齐台的酒店停车场特别大 停车方便 服务也好 住着也舒服 而且旁边就有大超市 二是小朋友们还想再吃一顿 齐台老东门过油肉拌面 三是齐台县城很干净很漂亮 路也好走 有机会还想去看看春秋楼和美食街 齐台虽然现在的名气似乎并不大 但历史上却是新疆境内重要的史真 据当代考古学家研究发现 南宋名江岳飞的著名诗句 壮志鸡餐葫芦肉 《孝坛可引匈奴血》中所描述的东汉时期的书勒城保卫战 就发生在现今 齐台县半截沟镇瓦沟粮村石城子 也就是现在的齐台江布拉克景区内 齐台自古地域辽阔水源充足 渠河交错抵接沃渠 齐台也被称为古城 是历史上西域丝绸之路北线著名的汉马头 因此齐台也被誉为金齐台、汉马头和古城子 齐台当地有几句民间谚语 也可以证明历史上这里的富庶 金齐台银随来走来走去又回来 要想挣银子走趟齐台古城子满地都是刀把子 走进古城子跌倒石银子 所以历史上不论逃荒的还是做生意的 齐台总是人们渴望落脚的地方之一 齐台北街汉三台南东屠六番 关内获来在此囤积 席至伊犁塔城可与俄交易 南至喀什叶尔桑可与鹰交易 大宗洋货也会聚集于此 而后东进嘉宇关北之归化城 据说历史上每年往来于齐台这座汉马头的驼队 最多时可达六万余峰 齐台于1766年间线 在青铜之年间由于连年战乱 导致齐台成员防舍均被焚毁 百姓撕散逃命 一度繁华的古城子以为废墟 到了清光绪宣统时期 战乱平息 社会趋于安定 各路商骨又陆续云集齐台 随后百叶渐渐去兴 农商两叶尤为出出 这块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 又显现出昔日的繁荣 那时的齐台与哈密 乌鲁木齐和伊犁 并称为新疆的四大商业都会 千锋骆驼走齐台 百两大车进古城 则是当时齐台繁盛的真实写照 齐台当年的繁华盛景 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除了地理环境优越 自然条件上乘之外 更多的则是当时的 浸香 烟 饿 玉鼠 秦隆八大商邦带来的 当年这些内地商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齐台 见子弟水美 地广 凉峰 临淳 实为风水宝地便扎下根来 将齐台当作向西向北 更远地方发展的一个基地或大本营 据说通过四处之路古道 最先开拓金齐台这块宝地为汉码头的是山西客商 他们精于生意 客手信誉 不论赔赚 坚持一贯的经商作风 于是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很快就积累起大量财资 在古城子商业界可为实力雄厚首屈一指 手里积攒的银子多起来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就开始竞相掀起一股修建寺庙祠堂会馆之风 来自全国各地的各邦口 都有着千差万别的浓郁地方特色和风俗习惯 各尊所敬 各行其事相辅相成 随后 可邦会会馆纷纷建起并以省冠名 比如山西会馆 直立会馆等 据说 其台会馆有去可查建馆最早的是山西会馆 建于清光区25年 也就是1899年 最迟的作为陵佑会馆 也就是甘肃会馆 建于民国13年 也就是1924年 山西会馆的建立更是吸引了无数晋商分塌而来 生意越做越大 越做越远 据说连乌鲁木齐都留下了一个现在依旧口头流传的地名 山西巷 而其台似乎受山西商旅影响最大 至今 其台线最典型的标志 也都与山西商人有着紧密的联系 大约下午6点半 我们到达了其台酒店 依然宽大的停车场 与上次入住比起来 今天酒店的价格降到20块钱 据说 现在荷木喀纳斯的价格 已经降到我们入住时候的四分之一了 还记得上次入住的时候 酒店前台还有炒豆子吃呢 不过今天 已经看不到了 办理完入住 小朋友们去超市买方杯面等 出江回程一路上车上吃的喝的东西 上次到汽台急着赶往富运 时间紧 小朋友们想去江布拉克也没时间了 明天出江之前还有时间 我于是给江布拉克警局打了个电话 告知仍然正常开放 正好明天出江回市家庄之前 最后还可以去转转江布拉克 晚上8点13我们开车出来 准备再去吃一顿汽台老东门过油肉拌面 刚才咱们说到 山西商人在汽台可以说是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商邦 他们不仅建造了山西会馆 同时还建造了处立在汽台县中心的 号称新疆第一名楼的春秋楼 另外 如今汽台最出名的过油肉 最早也是山西商人从山西传过来的 开车走在汽台县城的大街上 一会儿要路过汽台著名的美食街和春秋楼 小朋友们还记得之前在伊犁汇远古城中心 建造过中古楼 其实这春秋楼在汽台的地位也不亚于此 那这汽台的春秋楼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 取着离奇的经历呢 其实现在的春秋楼已经不是当年那座春秋楼了 曾经的春秋楼就坐落在汽台县内最繁华的 前后宫武进的山西会馆大殿后面 春秋楼之所以叫春秋楼 是因为楼内供奉着驴染捧毒春秋的关公 据说建造于20世纪初的春秋楼 在汽台只微然挺立了30多年 1939年春夏之际 当时的盛世才同领的省军 以春秋楼太高目标过于显眼 可能招致日寇空袭为由强行将其拆除了 曾经的汽台春秋楼为38米高的纯木质结构 一颗钉子都没有使用 要知道38米放到现在也大概有13层楼的高度 所以在当时的新疆 搞38米纯木结构的春秋楼 绝对算得上是前所未有的新疆之最了 春秋楼在汽台消失几十年后 汽台县为了重振商贸的辉煌 于2008年总投资3亿元打造出了古城商业街 也就是现在的美食街 与此同时将春秋楼也附建于古城商业街的东口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春秋楼已经是重建的春秋楼了 但这里仍然是汽台县烟火器最重最温暖最繁华的商贸中心 尤其是在夏季 在附近找个停车位都是很困难的 如果他们提供篮的时代 发生的千年约的会计划 出类贸中的的市场 传扬东方法 排列中价格 GMC 立即将大气派 出类费 进至少秋楼 通过 确实 其台县城并不是很大 开车几分钟就可以横穿 路过春秋楼每几分钟 晚上8点24 我们再次来到了老东门 果油肉拌面 我们上次忘了 那个是妹妹想吃啥来这不是 吃啥来这 想起来了吧 这啊 有印象了 当 那是大晚上 对 虽然路上车多人也多 但饭店门口停车还是很方便的 妈妈 我现在在这边上这边了 吓死了 对 没错 所以妈妈就想上这个角了 坐外面吃吧 多舒服 上回这外面没人 上次外面有人 热吗 里边有空调 外边又没有 那你就试试先 试试 那你就下车试试 他这这个地儿有餐厅值吗 不认识 那我穿一个 ジャ日式 recognıl 吃 再一次来到老东门 裹油肉拌面 我们仍旧坐在之前那张桌子 老板一眼就认出了我们了 上次我们点的是小份过油肉拌面 小份新疆大盘鸡和七台串汤 今天不吃大盘鸡了 直接来一份68元标准的过油肉拌面 看我们带着两个帅气可爱的小朋友 老板还特意给搭配两大两小的拌面 小朋友们一饿了就想吃肉 随后又点了十串牛肉串 我呢则特别喜欢喝汤 上次要了七台串汤 今天换一个西台豆腐汤尝尝 豆腐铺长肉还能吃饱 可以翻开肚子随便吃了 最后还有两瓶红乌酥和一瓶大盈 为这次新疆之旅 最后一顿晚餐干杯 新疆最后一顿干杯 看我这放在排骨 这干是啥 尝尝吗 过油肉号称三进一味 据说起源于名代近东名城平定 也就是今天山西阳泉平定县 是山西十大经典名菜之一 远在新疆的汉码头金棋台 也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 他们不仅在棋台建了山西会馆和春秋楼 连家乡的美味过油肉也一并都带过来了 据齐台县烹饪制记载 过油肉在齐台有上百年历史 是老百姓家宴中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在新疆过油肉还是以齐台县的最为出名 这道很适合在新疆生根开花的美味 首先两张棋台的风水宝地流传下来 并借助新疆人爱吃拌面的习性向西域广泛传播 因此在齐台吃一顿过油肉拌面 那绝对是最佳的选择 记得二十多天前第一次来吃过油肉的时候 感觉肉片不是很薄 但油光正亮的吃起来特别软特别嫩 小朋友们都特别爱吃 结账的时候我还特意问老板 这过油肉用的是什么肉 老板说是牛肉 没想到牛肉能炒得如此软嫩 这肯定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的 据说齐台过油肉最早从山西传过来 用的都是猪肉 以里脊肉为主 后来逐渐发展为以清真的牛羊肉为主 到现在基本上就都用牛肉了 过油肉本是一道菜 但因为齐台的面粉品质特别好 拉出的拉条子更筋的 所以过油肉搭配齐台拉条子 就打造出了齐台的招牌美味过油肉拌面 来 过油肉拌面 看看你的 看看你的 据说1990年北京押运会的时候 齐台送给北京押运会的礼物就是面粉 齐台人细说 新疆的拉条子有70%都是齐台的面粉 拉出来的 关于齐台的小曼 明天去江波拉克可以大开眼界了 不知不觉这一顿又是吃的特别饱 吃完饭才晚上10点 天刚刚残黑 继续在城里溜达溜达吧 路过灯火辉煌的美食街和春秋楼 找到上次买蛋糕的店 再买一个小蛋糕 晚上10点22回到酒店 明天还有时间游玩在新疆的最后一个景点 去见证一下齐台小麦的壮观景象 然后就要继续谱写壮美的出江之行了 只不过又遇到了几个小意外 出现了几个小插曲 那明天一天到底遇到了哪些意外和小插曲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 请留言 按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我们不见不散 变灯了 变红了